ASS. começar 身材 那腸道它其實講的是一個現象 什麼樣的現象呢 我們的 腸道是一個管教 肠道的最內層黏膜 這個黏膜它是由一個一個的 細胞所組合成 細胞跟細胞鼻子之間其實它有一個緊密連結 把它們結合在一起 它每天要面對我們吃進去的所有的 物質 食物啦 或是營養、維生素、礦物質、水分 甚至不好的東西、有害的東西、維生物、細菌、病毒等等 你吃進去、喝進去的任何東西 第一個面對的就是我們腸道的最內層 這層飽飽的面膜 那這個腸肉描述的是說 當今天我細胞跟細胞之間的這個緊密連結被破壞 或是它的功能有缺損 它的功能有缺失 本來它應該守住的把不好的東西擋在外面 讓它從腸味道排泄出去 它今天有缺失的時候 讓不好的東西漏到我們的體內 漏到我們的體內 我們細胞下面有許多的免疫細胞 接觸到這樣的外來分子、有害的分子 就會對它產生一些發炎反應、免疫反應 這個發炎反應如果沒有受到控制 失去了平衡 會變成全身性的慢性發炎反應 而這個慢性發炎 就是我們今天許多的慢性疾病 還有慢性的症狀的一個關鍵 所以腸肉它描述的是說 我們細胞跟細胞之間的這個緊密連結 受到有過關 導致說不好的東西 容易跑到體內來 引起發炎反應 進而造成各種症狀 各種緊密 那所以腸肉有的人會 病人一聽到我說 欸腸肉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不是腸破掉啦 腸子斷掉啦 怎麼會有漏洞啊 會流血、會痛死啊 其實不是 它是發生在細胞跟細胞中間 這種非常微香、微觀層次上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一般的大腸鏡 我們知道很多人現在會做健康健康 大腸鏡目前一般大腸鏡健康健康 是看不到細胞跟細胞之間這種微香的變化 所以其實我們肉也沒有辦法直接看到 所以你也不會看到說 啊腸子破了一個洞 不是 它是必須要用高倍的放大顯微鏡去看 才知道說 細胞跟細胞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很微觀的層次 所以腸肉描述的是一個這樣的現象 那所以一旦有腸肉這個狀況 容易在我們體內慢性發炎 那慢性發炎就會造成許多的症狀 像是局限在我們腸胃道 譬如說脹氣啊 消化不良啊 或是說腹泻等等 那甚至它會影響到全身 因為發炎性的問題 發炎的問題可能會全身 全身性都會受影響 包括說我們自體免疫疾病 自體免疫疾病很多 現在自體免疫疾病的盛行率 越來越高 像什麼紅斑性狼腸啊 類風濕關節炎啊 僵直性脊椎炎啊 什麼第一型糖尿病啊 乾燥症等等 很多很多的自體免疫疾病 那再來呢 慢性發炎還跟什麼有關 像代謝方面的問題 代謝方面的問題 譬如說很多人現在罹患了脂肪肝 脂肪肝 代謝症候選肥胖 甚至糖尿病 這個也都跟體內的發炎有關 跟腸道健不健康有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很多人 越來越多人會罹患的問題 就是過敏的問題 過敏 食物過敏 或是對食物的敏感這個問題 其實跟我們腸胃道健不健康也跟有關係 腸肉的人 它可能很多沒有被我們好好消化的食物分子跑到體內 造成我們的免疫系統去攻擊它 產生了發炎反應 就對那個食物產生了過敏或是敏感的問題 所以很明顯會有很多過敏的人 或是對很多食物敏感的人 這些人通常要去檢測說 自己的腸子是不是其實出了問題 食物敏感的反應很多元 從頭到腳都會有 舉辦說我們提到很多人會被慢性症狀困擾 比如說慢性疲勞 然後焦慮睡眠不好慢性偏頭痛 腦袋覺得頓頓的 或是說腸胃的不舒服 脹氣便秘拉肚子 腹痛腹脹等等 或是皮膚一樣過敏的問題 鼻子過敏眼睛過敏 或甚至到處痠痛 然後或是肥胖 體重老是減不下來等等 這些都要問 都要小心可能是 食物敏感的問題 那食物如果對很多食物敏感的話 就要小心是不是腸肉 在你身上有這個現象 對 所以腸肉的重要性是在於說 一旦你今天腸子出現了這個腸肉的問題 你腸肉不健康 很多不好的東西跑到體內 就會容易造成發音反應 發音反應就會造成許多的慢性病 跟慢性症狀 Dri-道明顯會 Tri-道明顯會 Dri-道明顯會 Hadb Tri-道明顯會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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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